马可福音第十三章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门徒对他说 父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羽 耶稣对他说 你看见这大殿羽吗? 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 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 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不要惊慌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地震、饥荒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自律说什么 到那时候 赐给你们什么话 你们就说什么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 乃是圣灵 帝兄要把弟兄 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 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 害死他们 并且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恶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 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读这经的人需要会议 那时 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在房上的 不要下来 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 在田里的 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 你们应当祈求 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 因为在那些日子 必有灾难 自从神创造万物 直到如今 并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主的选民 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哪 基督在这里 或说 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神迹奇事 倘若能行 就把选民迷惑了 你们要谨慎 看哪 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在那些日子 那灾难以后 日头要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 他们要看见 人子有大能力 大荣耀 驾云降临 他要拆遣天使 把他的选民 从四方 从地级 直到天边 都昭俱了来 你们可以从 无花果树 学个比方 当树枝 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夏天进了 这样 你们几时看见 这些事成就 也该知道 人子进了 正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 却不能废去 但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 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有父知道 你们要谨慎 警醒祈祷 因为你们不晓得 那日期几时来到 这世正如一个人 离开本家 寄居外邦 把权柄交给仆人 分派个人当做的工 又吩咐看门的警醒 所以 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 家主什么时候来 或晚上 或半夜 或鸡叫 或早晨 恐怕他忽然来到 看见你们睡着了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也是对众人说 要警醒 请不吝点赞 订队